7 人在大坑一间西餐厅进食生蚝后 怀疑食物中毒 科研和近日多宗同类的个案一样 一男六女分别在星期六和星期日 去到铜锣湾的Tipsy Restaurant & Bar进食生蚝 几个小时后出现腹痛、腹蛇、恶心和呕吐 其中3人已求医 当中一个人一度要住院 全部人情况稳定 这间餐厅生蚝的供应商 和在铜锣湾近日有22个人 怀疑食物中毒的迎风放堤料理专门店一样 生蚝由南韩进口 城安中心已指示业界暂停进口和出售 中心已通知南韩当局